請你先做一下你問的事情 OK 我們的辯論題目是 愛人比被愛幸福 或是正方認為愛人比被愛幸福 好 那你是 我是方方愛人比被愛幸福 I mean愛人比被愛幸福 不要 被愛 你到底在哪一邊 被愛 你是被愛 我是被愛的一方面 對 你是被愛比愛人幸福 對 好 呃 是沒有醒嗎 請幫我開始錄禮拜 正方請開始進行動作 OK 大家好 我方的觀點是 愛人比被愛幸福 愛是什麼 愛是願意無條件付出而付全回報 從而獲得無限的開心和快樂 幸福是什麼 幸福感等於滿足感 當我們的需求得到滿足的時候 我們會感到快樂 當我們愛人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得到無限的開心和快樂 這就是為什麼 愛一個人比被愛幸福 幸福是擁有喜悅的感覺 然後再提到一點就是 愛一個人的過程 會讓你感到幸福和快樂 這能認真愛人比被愛幸福 其次 我們可以把幸福的鑰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如果你愛一個人感覺實在太痛苦的話 你可以放棄 然而當初你愛一個人時得到的幸福感 不會因為後來人家的沒有回應而消失 就是比方說 在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這個過程是會讓你幸福和快樂的 但是也有人說 那你一直付出 那別人不回報 你會很痛苦啊 不對 因為如果你真正的愛一個人 你在愛他的時候 你只要看到他 或者是為他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 都會讓你自己感到很滿足和幸福 可是如果你覺得被愛幸福的話 那你就錯了 因為當你習慣一個人愛你的時候 他如果哪一天突然不愛你了 你會有什麼樣的心情呢 你就會覺得很痛苦 你會彷徨 你會猜忌 你在天天問自己 他為什麼突然不愛我呢 我難以做錯了呢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愛人比被愛更幸福 我問了很多朋友的意見 到底愛一個人幸福一點 還是被一個人愛幸福一點 他們都覺得去愛比被愛幸福 可是我覺得愛人並不是那麼快樂 雖然我談戀愛的經驗不夠 但是我知道愛人有多難 取個力 有意對男女朋友 男朋友付出了很多財 可以跟女朋友在一起 女朋友不等不好好珍惜著 斷感情 還變本建立 對男朋友去去想必 男朋友很努力 很認真對待她的工作 她想賺多一些 多一些錢 和她的寶貝 周遊列國 網友世界 網友世界 她為了早一點 達成這個目標 日出而作 日出而作 日出 日出 4 她還沒晚タバ 直到天亮 料 結果女朋友不敢 抱怨 男朋友只在乎工作 工作 不在乎她 而且不聽男朋友的話 男朋友每晚顾名顾佑就是为了博他的老板可以让他放假陪他的女朋友 男朋友没有期内还记住这个没有结果的感情 因为他相信有一天会感动到他让他永远留在他宫殿 男朋友为了讨好女朋友的话是为了博红年一笑 买了一个装写戒指希望他会跟他白打到了 由于二人保留 可是女朋友没有这个打算 因为他觉得男朋友很熟没有能力照顾他们两个 由于爱人比被爱辛苦 因此被爱的人比去爱的人快乐 去爱只有付出 没有说过 所以我认为被爱去比去爱 幸福还在 好 谢谢 好 现在请正方开始问短方问题 刚刚你提到的那个例子 说男生付出很多但是女生不理解对不对 不对 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男生付出很多 然后女生付出很多 这个是其中一个 这个例子 我们就来这个例子说 那你认为男生付出的这个过程 他付出他为了女生努力 你觉得他自己有得到幸福感吗 可能有可能没有 他如果说他为了得到女生的认同 然后努力 为什么会没有幸福感 比如说你为了考试你很努力 然后考了100分 你当然会幸福啊 不是吗 会 会 然后呢 女生对男朋友过好这一点的话 我们来说一下 那说如果说 男生女生不爱的话 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男生女生不爱 那都幸福 那我们说如果男生爱女生 然后这个女生不爱他 那我们想一下 男生会幸福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因为他会得到幸福感 这个过程中 那女生呢 他不珍惜 男生给他戒指他都不珍惜 你觉得如果一个人对你这么的宠爱 然后你不珍惜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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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那么好 那个女生这辈子都不可能 对这个男人那么好 但是他一直接受 他的付出 你觉得那个女生 会有愧疚感吗 他会觉得 会觉得 对不起那个男人吗 我再说一点 我说如果一个男生 他一直对这个女的刺出来 然后那个女的一直接受 但是他不爱这个男的 你觉得他会觉得很抱歉吗 会觉得很愧疑吗 男人都是女人 女的 女的 女的会不会觉得很抱歉 他是什么女人 一些人可能会 那我们只能按照大多数女生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很多人 好 大多数女生 如果说一个人 对不对 如果你有正常的道德标准的话 如果一个人对你太好 然后呢 你自己没办法回应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愧疚 你觉得这样子是幸福吗 好 现在等一下 中床休息一下 我们换个电池